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是《猫的报恩》 这是一部温暖治愈人心的电影 是一个关于猫咪的暖心故事 故事主人公小春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 她暗恋着班上的丁田君 这天早上小春睡过了头 闹钟没能及时把她叫醒 晚了许久后才起床的小春急匆匆地赶去学校 却发现伤课连引人打小 不想被心爱的男孩子看到自己因迟到而出丑 小春请求自己的闺蜜广美掩护自己翘课 可是一切还没来得及 小春因为迟到被老师责骂 更糟糕的是自己安宁的男孩子 完全看到了自己的囧态 放学回家的路上 一辆飞速行驶的卡车 眼看着就要从一只猫咪身上撵过去 小水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靠着广美给自己的马球网牌 惊险地救下了这只猫咪 就在这时奇怪的现象发生了 这只猫咪非常绅士地向小春行了个礼之后 快速地离开了 小春简直不敢相信刚才那只猫咪 就像人类一样 站得直挺挺地对自己行李 这时故事才真正拉开了帷幕 就在遇见猫咪的当天夜里 一大群的猫咪聚集在了小春家的门口 一排排地站得笔直 猫咪分成两对 一个十分豪华的车辆上载着一只猫王 他是专程来向小春道谢的 小春这时才知道 白天自己救下的猫咪竟是猫王的儿子 猫王非常郑重地对小春表达了自己的感谢 并对小春说了很多祝福的话 然后就坐着来时的车离开了 从那天以后 小春的身边总是发生一些很奇妙的事情 广美的家里会突然地堆满马球网拍 家里面也经常出现一大堆的猫咪 在小春学校的换衣服的柜中 会出现老鼠们为他带来的礼物 小春对这一切都感到非常的惊愕 直到猫王突然出现在小春眼前 并希望小春可以去猫国转一转 自己想要好好招待他 以此来感谢他 对这一切晕晕乎乎的小春不知不觉间 竟然答应了猫王成为他儿子的王妃 小春神志清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答应了猫王的要求 不知道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 他的头顶上响起一个声音 这个不可思议的声音 让小春去寻找猫事务所寻求帮助 这个声音充满着诱惑力 带着小春跟随他前行 在去猫事务所的路上 小春遇见了街上的一只大肥野猫 他的名字叫做Muta 小春通过肥猫认识了娃娃屋里面 长着一副人类模样的优雅的男爵猫Maru 小春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遭遇 并向他们求助 好心的肥肥猫和猫男爵 还有他的伙伴们 乌鸦拖拖决定帮助小春前进猫国 小春的心渐渐安定下来 这时候有人敲门 善良的小春丝毫没有设防的 就去打开了门 门外竟是一群猫咪 猫咪们呼啸着将小春扛了上去 这其中还有小春见过的猫王的两位秘书 猫国正在热热闹闹的准备着王子的婚事 整个国家上下一片沸腾 都对准王妃彬彬有礼 在这个国家待的时间越久 小春发现自己越像猫咪 他的头上已经长出了猫咪毛茸茸的耳朵 并且长出了猫尾巴 猫男爵和肥肥猫心机如焚地潜入了猫国 如果不能在天亮之前将小春救出 他就会变成一只真正的猫咪 再也无法回到人类世界 猫男爵肥肥猫和拖拼尽全力掩护着小春逃跑 小春奋力地向着那个唯一的出口跑去 在逃出猫国的过程中 小春发现了猫王子真正的爱人小雪 于是他们和猫王子一起制定了一个计划 以此感动猫王 不仅希望有情人可以终成眷属 小春也可以回到人类世界 最终猫王被男爵打败 小春顺利地逃出了猫国 在离开之前 他看到猫王子和小雪幸福地依偎在了一起 男爵也带着肥肥猫乘坐着乌鸦飞走了 后的小春开始发奋图强 他知道不能每天过得无所事事 他开始努力读书 希望将每一天都过得精彩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要迷失了自己 要做自己 不要被事物的任何表象所迷惑 把每一天都过得有声有色 这才是自己的人生